到底什么叫做达到标准呢 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你比较疲劳 对吧 你看人一般不太愿意累着 谁工作愿意累着呀 没有人愿意累自己 但是你就得累着 累着才能提高 为什么叫累着 这是很有科学依据的 什么叫累呢 就是累的同时啊 其实表现了我们人体内在的一个营养物质的下降 就是我们正常是有 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糖啊脂肪啊 蛋白质对吧 糖是最主要的 因为糖是直接供能的啊 当我们糖的水平下降的时候 就觉得很疲乏没劲 对吧 这就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们真正的在消耗糖 那才能产生新的糖 但是这个产生新的物质的时候 这个你能够产生的这个新的营养物质的量 要超过你原来锻炼之前的那个量 我们叫超量恢复 就能超过你原来的能力 所以才为什么我们人才能能肌肉长得越来越好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理 所以说你一定要疲劳 如果不疲劳 也就是说这个糖根本没有消耗到你需要消耗的那个量 它恢复不到比你原来强的那个强度 所以你就没有一个锻炼的积累作用 这就是它的基本道理 所以要疲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可以用一些客观的 客观的感受 或者你看到的一些现象 来帮你判断是不是锻炼到位了 比如说我们要身体至少是要出汗的 当然了 你说有的人这个穿着雨 现在有啊 穿着包着塑料膜 保鲜膜跑步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说的是通常情况下 你是要出汗的 另外就是你的心跳 心率是要提高的 提高什么呢 最少你比如说对于我来说 我40岁 那我可能是我的心率要达到 我的基础 那还要看你的基础心率 我一般在50多次 60次 那我要能达到120次 其实你想60次到120 我的心率就翻倍了 这个时候肯定我的实体 是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了 你不需要达到三倍啊 也许我的就休克了 对 千万不要那么高 能超过 一般超过百分七八十的 就是心率就已经很不错了